大家好,我是共鸣,欢迎大家来的频道 今个星期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淘宝双十二特价州 买什么送给我家的两个小朋友 因为快到圣诞节 虽然你们看这片片 可能已经过了圣诞节一段时间 但不要紧 最主要想分享一下淘宝的购物经验 事不及了,再介绍给大家 前面一大堆东西 是什么呢? 上次介绍过淘宝买的书 今次买了更多的立体书 因为上次买了两本,那几本都是试的 今次再买了几本 是一个系列的 还有另一款牌子 还有些纯英文 看看分别是如何 虽然特价了,也不算太便宜 但始终在香港买,也有差距 另外,因为是圣诞节 我拍这片片时,接下来就会是圣诞节 准备好圣诞节送给小朋友 其中的妹妹分享一下 她想买这个叫Kuromia Kuromia 我不太懂这个 是Hallokity的朋友 国内叫库洛米 她想买一堆库洛米的笔袋 和文具 我看到她想买一个 她家里的钱箱很难 所以我买一个钱箱给她 也是库洛米 然后前面看到,这些是B仔 她喜欢玩一些TOMMETA 有一个她很喜欢的Thomas火车 还有一个新干线 这个是拖鞋,很有趣的 火车拖鞋 她最近喜欢火车 下面这盒是什么呢? 是一个轨道车 其实它应该是跟TOMMIE 致极的东西 TOMMIE出了一个按压 不停的车 有个飞链 按键的飞链会转 接着就会射车 不停的转圈比赛玩 我买了这几个玩具 不行了,做一做一 和大家拆开介绍给大家 第一件事 先介绍这个Kuromia的文具盒 我没有要求买的 我减了很久 我给了链子去减 她自己就减了这个 因为我不知道 我以前小时候都流行 那些小朋友 叫做什么 很多机关的笔袋 每个东西都会弹出来的 很开心的 这些类型的笔袋 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流行 还是怎样 我介绍一下 它里面有些什么 这边就好像放一个刷纸膠 有没有说 它上面有写的橡皮策 这个可以升纸笔 上面有一张卡纸 写下你的上学的课程表 圆笔刨 圆笔刨 不知道拆不拆出来 可以这样揭开度 但是不可以拆出来 就要整个这样揭开 小开不方便 那后面呢 就还有一个箱子 给它放一些其他 尺寸之类的薄薄的东西 接着这里很有趣 它这里有个月力 你可以自己转的 这个月力 下面那块可不可以转的 我不知道 对 你可以转的 每个月 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 这是Gromie的笔盒 第二个 其实是一堆的 不是一个套装 是分开 买 然后 放在一起 它有Gromie的圆笔 看看这个圆笔是否漂亮 这个圆笔 其实这个圆笔 其实这个圆笔 做的东西都比较OK 我觉得 香港很多时候都买的东西 都是Gromie做的 所以如果大家买东西 不妨在桃部买 价钱都是差一折 这个圆笔 挺漂亮的 这个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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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Gromie的尖尺 它有些坑 让它画一些波浪纹 这把圆笔是否摺多少 我不要记得 因为我订了一段时间 这把尖尺可以这样 我不拆了 我留给阿妹拆了 两个有香水味 这个叫做闪粉酱味 有两个 还有买了两盒贴纸 然后这些就是桃花布 我买了几本桃花布 因为香港买这些不便宜 淘宝有几元 或者十元八元 已经是一桶 所以我选择在淘宝买 就是这样 我留给阿妹拆这个 接着就到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链子 很有趣的 这个链子是用密码的 大家不要当它有防导作用 但有机会玩一下 这个是电子链子 你可以入四个密码 密码错误 重新输入 是的 我没有记错 是1234 好像 密码错误 不对 4.0 抱歉 密码正确 你弄完之后 你要按这个 按完之后 它自己弹开了 就开了这个 我买了一个充电模特 因为试过几次 买不心电 太久 电芯爆了 电池水弄了出来 接着就弄坏了 这次试试买个充电模特 它先充电一条 USB的充电线 有个说明书 还有些假的纸币 还有些贴纸笔的装饰 特点是什么 下面的透明盘 你可以进入了钱 或者成金的时候 可以在下面看到 你进入了什么 硬币 它关上后 它自己会锁 锁了 这个纸币 随着上面可以进入 硬币 然后在上面 可以锁锁 有一个轮子 可以锁锁 好像碎纸机 这个就给你锁锁 若新年有豆泥士 自己锁锁锁锁 很开心 除了存钱的功能 你按这些密码 按这个 看这个 有几个模式 唱歌 可以听故事 音乐 音乐之类之类 可以有很多 每一个选项都有 订阅的 然后你两个按钮 它变成英文 不是国语模式 挺有趣的 你可以刚才 音乐和故事 全部变成英文 我觉得挺有趣的 旁边有两个卡 你可以记录自己 存多少钱 或者用来放进外装饰 或者放一些照片 都可以 有两张卡 上面有一个手抽 但这个不好处 是因为这两张卡 会比较松 你不用胶纸黏着 它会掉下来 就是这样 一个叫什么 富洛米 Growme的钱 Piggy Bang 挺有趣的 这是电子钱 然后讲完这个 就讲一下 B仔的玩具 为什么我会在淘宝买Tommy的车呢 其实我买了很多 淘宝买Tommy的车 为什么不在香港买呢 其实很多时候的价钱 就不是差很远 有时候比香港更贵 但是有时候 反过来又会比较便宜 因为香港有时候 炒的价钱 在淘宝也没有炒的 而且很多淘宝买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是没有那些贴纸 所以便宜一些 大家买一些铁车仔 你也明白 总之就是便宜 比香港便宜 或者是一样 这个价钱 最主要是怎样呢 我在香港也找不到 难得行 可能有得买的 难得行 所以便在淘宝买 为什么买这两个东西呢 第一它是喜欢Thomas火车 它有很多价 这个价钱 我先买这一套 看看它喜不喜欢 它是给你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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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B仔不懂欣赏呢 哈哈哈哈 而且我不是用来存 我拆出来玩也没所谓 反正在圣诞节 都会毁坏 所以先倒为快 先倒给大家看看 我还没买过 其实Thomas火车系列 很漂亮 这个 挺精致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 Tommy火车仔 这一架 我最怕就把这架弄断了 看一看 会不会把这架弄断了 其实这架弄 我最怕会把这架弄断了 这架弄断了 那架弄会不会自己飞起来呢 有机会会断 所以让它玩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因为之前买了几架 另外一些牌子的 Thomas火车给它 很快被它把这架弄断了 所以就有点担忧 但这个很有趣 这架弄无限扣 可以前后扣 可以这样倒转 我想它会喜欢的 还有为什么会买这架 因为这个是我的 我喜欢的 其实我喜欢这个肥猪车 其实这个 復古那架 以前很久推出之前 那架炒得很贵 而且我找到二手都不便宜 我买的这架 都是好像 九十多元 人民币 都可以 总之我最主要想买这架 其他只不过是 感上天派 这架我留给自己的 其他这两架就会被阿B 不长差了 因为纯粹都是一个普通Tommy 车仔 好 再说完这个 这个有趣在什么呢 我问阿B 想不想要拖鞋 因为天是冬的 他说想要拖鞋 希望它会穿 买了之后 反正买了 买了一些有趣的 看了很久 看了很多都不适合 刚刚在淘寶里 找到火车东西 找到这架 是新钢线火车 这个牌子 现在又不贵 几十多东西 而且他声称是这些乳胶底 又不会太软 你知道如果太软 拖鞋在地上 不舒服 有些少少底 家里又不怕滑到脚 这个可以 而且如果 甚至浸了一点水 不会吸收成一架 海面拖鞋也是 还有声称说 里面是乳胶 不是海面 应该是舒服一点的 里面有些 冰箱的毛毛里 挺帅的 我之前在淘寶里买了一间尺 特别是计算小朋友的脚的长短 计算好之后 凡是买淘寶鞋 衣服也好 一定要买最少 买到一号至两号 尤其是小朋友 买大一点 因为大得快 二来淘寶的尺寸 我发觉是偏小的 所以如果大家买这些东西 买到一至两号 起码都 19cm 买大很多 这双一定适合 可以穿上明年也适合 而且超美 穿了新钢线拖鞋 而且做工不差的东西 而且没有淘寶味道 很难得 尤其是小朋友的东西 尤其是很怕淘寶味道 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都挺介绍的 如果大家想买一些火车型的拖鞋 这个就挺漂亮的 好 就说完 然后到这套 这套 我找了很久 在淘寶做 我本来买Tommy Tanaka那套 这套 这套 500多元 就买了一套 大家想想 那些小朋友 玩两套就不玩了 而且配件好快 就会破坏 所以就不值得买 那么贵 所以买了这套 淘寶货给大家 我看那个视频 它都抄得挺类似的 玩法都很类似 而且挺轻似的 而且送了几架 打开给大家看 现在不如 哦 原来分开几盒 哇 这个盒放在后面 原来分开几个盒 先分哪一盒 哇 这套都挺帥 它的配件 看起来的样子 挺细细的 这套是四块 跟着一块 不知是什么 再开箱是什么 哇 先拿开这些 先拿着桌子 先拿着桌子 跟着一些贴纸 我不贴 就留给B仔自己贴 接着呢 有这个主机 那些跑道 这套是什么 这套是什么 这套是马仔 然后跟着两辆车 地方有限 我看看尽量想试 看看如何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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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更多的配件 因为桌子不够长 不够长 不停地加速 按这个按钮 它就会不停地射出 不知道大家看到 要射得很快 才能动力去另一个圈 试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这套不平 所以试图可能会离开了一点 但是你不停地按压 这里有个飞轮 推动 下面两辆车 就可以压了一辆车 就飞过去 很快的 跟Tommy那套是否差很远 我没有玩过 我相信Tommy会比较好一点 我刚才试过 什么车都可以 基本上车很滑 就行了 而且不要太高 它要吃得到 这个就是正版Tommy的车 而且这个是他送的 差不多高度 不要太高 你要逐一辆放进去试 试试 可以不可以 这个是Tommy 试试 人都玩到的 总之这辆车 不要太高 它就放得到 就是这样 这个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極速赛道套装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如果以这个cheapcheap的价 跟Tommy相差四五倍 这架是很明显得好很多 因为这架不方便玩了很多次 就会玩严 偶爾跟他亲自好 一人玩一边 或者他跟他姐姐一起玩 所以看似简单 其实我玩也有些技巧 你不可以不停死窝下去 要遷就一些节奏 它的菲林就转得快 等它拆好 玩的时候 就拍一些影片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竞赛道 先放在哪 最后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些书 其实上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已经买过一堆书 那是有声音的 和有点点立体的书 我小时候也喜欢看 那些立体书很有趣 上次买了一本 还原来有声音的 我今次买了几个套装 详细的 详细的详细 详细的详细 在评设栏上 如果有兴趣 就自己去 详细的详细 就去图谱的搜索 你就可以找到那些书 如果我记得的话 这个是一套 全部都是立体书 这个是太空 这个是神奇植物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奇妙地球 这个是奇翠军虫 还有这个神秘海洋 我逐本很快的开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太空 它挺漂亮的 虽然是简体字 有个宇宙和立体 这个是地球 有什么可以拉出来的 哦 可以拉出来的 这个 这边有的 这个 这个 OK 即是解释地球和太阳的关系 我倒转了 看不到 我这样就给大家看了 这本是讲太空的 这本是星球 我没有对星球很有兴趣的 之前呢 就是背那个星球的名字 背得挺好 我都不记得这名字 是讲瑞星 是讲星座 我记得是要的 全部都是立体的 这个是太空 下一本是什么 昆虫 因为这套我记得不是太贵 纯粹如果看公仔 你读给小朋友听 都是一个OK的选择 这个是昆虫 是什么 草马吗 对 哇 蝴蝶很漂亮 哎呀 很开开 哇 很浸 看怎么没有反光 好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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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蝴蝶 这是什么 我看不到 全都掉了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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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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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我不是说笑 不知道大家看不到 这个是蜻蜓 它是立体的 如果你开开合合 它会自己拍一下 拍一下蜜蜓 挺有趣 这个是什么 奇妙蜓 我本来打算买一本 不过 其实买一本 和买一盒 买一盒 当然便宜很多 除开来算 还有运费不是差太远 不差 因为不同题目 而且书很快 被你撕了 这罐是什么 奇妙蜓 奇妙蜓 是否有趣 说月亮 森林 解释什么 台风 这个台风 不知道大家看不到 龙卷风 这个 是几级风 然后这个 冰川 这个好笑 火山爆发 这个火山爆发 不知道大家看不到 火山爆发 这个书出很帥 很帥 这套书都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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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抽拉的 这个就可以这样抽拉的 这个挺有趣的 这个 这个 神奇的植物 开这枝我开心过 神奇的植物 好 打开第一版 花花 这个 很漂亮 这个 吃人花 放在手指里咬了 这个很漂亮 不知道大家看了 清楚 这个 什么 蜜蜂 看大自然 这个 沙漠 神奇人掌 很漂亮 整棵树飞了出来 有些小朋友 不知道现在世代是否不同 他们现在不喜欢听故事 看这些百科船书 可能资讯有水 有时 晚上有空 就拿两本这些 讲给他们听 看他们学到多少 我又学一下 下一本 就是神秘海洋 我妹妹很喜欢看 一些 跟鱼有关的书 起鵝 海豚 也很喜欢 神秘的海洋 哇 第一个是什么 鲸鱼 超厉害的 这个鲸鱼 还有旁边有很多资讯 为主 不只是图画 你可以读给他们 没什么所谓 学一下 看简单词 哇 哇 珊瑚鱼 是不是珊瑚鱼 是不是珊瑚鱼 这个有一个珊瑚鱼 很有趣 它会动的 这个小鱼 会这样 走出来 这个叫小鱼 这个叫小鱼 OK 接着呢 哇 海草 看到吗 很有趣 这个 很多绿体的东西 这个叫什么 魔鬼鱼 哇 这个很厉害 这个八爪鱼 这个大鱼 大麦鱼 应该说 深海大麦鱼 深海大麦鱼 接着这些什么鱼 我不懂这个鱼 这个是什么鱼 有个角 我都要学一下 这个 这个系列开完 接着呢 就到这个了 最主要看中这本 应该说这系列 这本恐龙书 因为上次买了那本恐龙 我觉得不够立体 开头是看中这本 所以后来整个系列 我觉得出得挺好 这个立体得挺好 解释了什么 三进计 不知什么 珠俄计 一堆立体恐龙 很多资讯 好 接着这个是什么 噢 有得转的 看看骨头 可以拉出来 接着这个 这个就多些资讯 这个就多些字 这个是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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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浮出来的 这个可以是客人的 这个 这个是双龙 这个是什么 看看和哪个动物重 哪个动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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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这个 开始了 我挺喜欢这个 整个头走出来 接着这个可以放尾巴 接着这个 这个 这个是翼龙 这个是双龙 这个挺立体的 对 我看错了 这个 看人家的展示 的时候 这个 客人 不知道大家可否看得到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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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这个是什么 暴龙的头 很有趣 这个 放手指 噢 噢 接着 很多资讯 这个真的有很多东西 这个比上次买的暴龙 所以上次那本很有趣 就有声 他们很喜欢听 每次揭开 很有 真的奇迹的感觉 上次那本的声音做得很好 但就 立体没有这个做得那么有趣 这个从头走出来 我觉得很爆笑 接着呢 这本我也是想买很久 终于 让我得起心的买 这本很贵 百多元 这本 英文弹 这本是Dinosaur的百科船书 这本是出名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说是授权 我不知道是老翻 还是什么 但是老翻 如果真的老翻 就真的出得很好 硬皮 印插都挺精美的 打开第一版 这本是超立体的设计 如果刚才那本是好 这本是超斑 这本是很仔细的 你看看每个恐龙骨 每一条都有 很仔细的 这个 但是这个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如果不看着小朋友看 一定是 撕破了两个就烂了 所以就要看着 这本是这本 这本是这些 哇 这本也有的 原来 看不看多漂亮 这个很立体 但是这个就要这样摄 看完 这本有很多立体的玩法 但它就不是想 reliastic的玩法 它是画出来的 但是 哇 哇 还有两版 这个是什么 哦 那些火学家 找到我的头关 然后这个呢 哇 整个 我不知道 超立体的 超棒 这本真是贵得有道理 所以真是麻烦一点 好 第二版 哇 哇 很英俊 这个是刚才那个 叫什么 我不懂得读 这个 哇 很英俊 你自己收藏的东西 真是值得 这个 它的摺法真是想过 很英俊 对 旁边这边 又有一些 立体的恐龙 旁边这边 这些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这个 这个 会这样 每一版 看得到 就是到这边 就是到这个 就是它有一些交叉 两个在那里 打架 但这个看完 你再放在角上 等它不要一口 就稍微 烦一点 但这个真的 很漂亮的 立体 不知道大家看到 这样 打开 超漂亮的 这个立体 超漂亮的 哇 好漂亮啊 真的漂亮的 真的不好 开玩笑 有个蛋走出来 这个是BB 这个叫角龙 好像不是 才所学钱 有些恐龙的东西 我小时候没有学过 好 还有这个 好像现在科学馆 有些恐龙的东西看 遲些可能再带小朋友去看 哇 接着这个是什么 哇 超棒的 它切得很厉害 它切得很厉害 打出来 有很多机关 有很多机关 又是 有三版 再有一个立体的东西走出来 这个 还有这个 哇 很棒 一二三四四 四个龙 哇 很漂亮啊 我很害怕B仔两东西 弄破这本书 哈哈 收起来 接着更漂亮 哇 哇 很厉害啊 哇 超棒的 你看看 哇 贵的 很有手工 你知道设计这本书 装嵌这本书 很好手工 剪纸的雕花 做印刷 做的刀帽 切割纸 就知道成本是重 真是贵的 有道理 因为两个水 不怪贵 这本书 这本书 哇 很漂亮啊 全部都很立体 很多立体的东西 如果性价比是高的 这本书 大雀仔 哇 很漂亮啊 这本书 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 这本书只是 组织 来的 是啊 没有选错 这本书 很棒 唯一不好处就是 会比较 易整男一点 小朋友 一是很精彩 这本书来说 对 大家记住这本书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 或者你放下连续 上网自己搜索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这本书是贵一点 这本书不是买错 接着呢 就到这个 其实之前 我买了很多本 那些关于什么人体奥秘的书 那些书呢 被妹妹砌过的时候 撕难了才188 另外再买过一本新的 另一个牌子的 这个 那叫什么 My Pop Up Body Books 第一版 就已经可以找的 你可以这样转 给小朋友学一下 原来 身体有骨头 有器官 好 这本 这本是卡通化一点 介绍一下 告诉小朋友 他们从哪里来 好 接着呢 说他的人脑 有什么 在里面 有些扣造 有些牙齿 好有趣 这个口 牙齿才合起来 臭角 怎么来 为什么有鼻梯 这本书都很好笑 这个呢 眼球 眼珠怎么办 其实现在 不是两三岁 他十岁前都合用 对这本书 好有趣 这个 这个打开里面 噢 空骨 我介绍一下里面的器官 里面还有些结果 噢 原来 这个还有的 原来 这本的好处是什么 也是全英文的 如果大家不喜欢看简体字 全英文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本呢 这本呢 都 挺好的 卡通化得来 不错 这本 好 最后一个 噢 他这里呢 刚才看过 这个胶水凹了一点 这些立体书都是这样的 有这些风险存在 不要紧要自己贴 或者双边的胶子 但这个有趣 不知为什么 这只脚 不断飞起了 这个 这个可以转的 说一下人体构造 骨绿 如何 好 好 这本不错 要推介 这本是搭猪头骨的 我妹妹喜欢Penguin 这本是National Geographic 给小朋友说 看看Penguin的故事 简单一点 Penguin图画 那时候画图画画公仔 可以跟着打开看看 Penguin书 我差几元的鸡 这本书本身很便宜 所以是猪头骨 好 最后一本 Ultimate Books of Planet Earth OK 最后一本 都是立体书 我没记错 讲一下地球的运作 一些 恒星 为什么会有日光日白 地球怎么运作 四季怎么来 火山爆发 这个挺有趣的 这本是全英文的 我买了一堆中文 简单词 还有全英文 还有猪头骨 如何消失 世代 人怎么来 这本很有趣的 资讯挺好的 所以调转看 看得不太清楚 但我看得到 可以的 这本书都挺立体的 这个是什么 龙卷峰 对 对 我讲了气候 龙卷峰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蠍的 我之前买过一堆 蠍蠍书 都挺好玩的 质量都很好 但那些是假梯子中文 好 最后的板子都是揭的 看一看 这个是发电风车 原来可以拉起 给你看 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稍后慢慢包好玩具 食诞节的时候 拆出来 让他们慢慢玩 另外的书 会逐本逐本开出来 每一次都开完 因为如果一次都开完 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兴趣 没有兴趣看 就是这样 性价比挺高 这次都没有买错 买这么多次来说 这次都算是挺成功的一次 尤其是英文书 出得好 甚至简体字的立体书 这次的系列都没有买错 所以大家 就 你认住名字 看看 你们自己上去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上淘楼看看 打开连续 因为为什么不给 实际连续 因为很多时候 我给连续你们 已经过期 或者是已经那间店没有买 和我真正买的时间 差一段 一两个月 所以 如果你打个名字 搜索就最好 还有你等下一次的特价 这一段是双十二 下一段 我不知何时 有特价大家要留意一下 最好尽量 存一堆东西 特价买是最好的 我觉得 说回这些 Groomy 这些文具 我之前买了很多 例如很多牌子 画笔 画布 是很便宜很便宜的 我觉得 相对香港来说 尤其是画布 便宜很多 因为小朋友 画画很多 很多牢作的紙 一向买都很贵 如果他们 浪费 数量是多 所以 我设计 成本便宜了 所以 介绍给大家买的 文具套装 还有 款式也挺漂亮的 那些拖鞋 B仔的拖鞋 也挺便宜的 我觉得 挺建议大家买 这些拖鞋 另外 Tommy的车 跟原装 基本上是原装的车 没有分别 见仁见智 如果大家想买 很特别的款式 淘寶其实很多货 香港是难买一些 有时某些款式 而且 有时不知道为什么 淘寶会便宜一些 又不用出门口 一按键 寄到你家的门口 是挺好的 说回B仔的 赛道玩具 都买得过 因为买正版 差四五倍价钱 我觉得不太值 这些生命周期 可能玩的 生命周期短些 玩具 便宜一些 便宜一些 但要无一个风险 这些始终向人致敬的东西 运作起来 未必跟原装的 那么顺畅 玩起来 可能差一点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个要真的 跟它摆平地玩 看运作如何 可能射的车出入睡 也不太轻易 但至于是 都可以 有待观察 只剩下 说些书 我挺赞成 大家的淘寶买 始终书 在香港买 都贵 除非大家介意 减细字 如果不可以 买英文书 是有的 亦有大量 大家要篩 好像这三本 我推介 如果大家不介意 这些减细字 其实资讯都不错 但也要篩 因为有些 基本上很随便 做些书 看样子很漂亮 但内文很差 只看样子 但这个系列 我觉得 和英文书都可以 我都介绍 因为香港买得比较贵 淘寶双十二的 购物开箱分享 今天就说到这里 希望我这些资讯 可以帮助大家 下次特价 可以选择什么 给你的小朋友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影片 请点赞 订阅 和按小钟 给点鼓励我 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3 2 1 3 2 1 妈妈 要摔摔 我摔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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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是摇摔 我不是私傻 是私傻 是私傻 是私傻